上班的尖峰时刻 台铁竟然又发生意外了 就是在今天凌晨5点38分 一辆准备送回树林吊车场的故障区间车 在松山跟台北站之间 发生了驼驾出轨的意外 那么列车是紧急的改踩单线双向通行 不过就一路从早上7点到9点 列车平均雾点就长达了50分钟 赶着上班上课的民众都好着急 一直到早上10点47分才恢复同车 台铁松山站的月台 列车停在轨道上动也不动 已经在原地等了超过30分钟 车上的乘客表情只有无奈 列车终于可以动了 但赶着上班上课的时间 不少人都被耽误 还有准备进站的民众 一看到电子看板上 误点超过30分钟40分钟 实在好犹豫到底要不要进站 怕上班会迟到 对啊 又出什么事情了 这个台铁真的 港三班不好意思 所以这个污点证明是要拿去生 公司用对 没错 月台上的旅客越来越多 不管是驱坚车 还是泰鲁阁普悠马 一时间都进不了台北车站 因为台铁一列 九二八三次故障驱坚车 准备要从松山站 送回树林吊车场时 却在凌晨五点三十八分 发生载运列车的辅助轮轴出轨 整辆驱坚车就卡在轨道上 动弹不得 也让东正线受阻 只能靠单线双向通车 班次打乱 平均延误的时间在七点到九点之间 那个延误的时间就会慢慢拉长 因为列车的密度已经变高了 造成旅客的不便 台铁局在这边甚至歉意 直到上午十点四十七分 故障列车才脱离东正线 恢复双向通车 但服务台前民众大牌长龙 等着申请误点证明 至少有四十九列车次 一万九千多人受到影响 台铁也通报冤案会展开调查 要厘清事故原因 是否有潜在的安全风险 华市新闻林星宇 蔡长刚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